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聊蔬菜留种的话题 这个是我的丝瓜 丝瓜呢,我选了一棵长得非常壮的 就把它留在那里,让它一直长 这个果实呢,我就不摘了 一直要等到它的这个表皮啊,发黄 然后它的整个植株的这个叶子也发黄,枯掉 这样呢,我才会把这个整个丝瓜给摘下来 到那个时候,里边的那个种子应该也成熟了 应该是黑色的 而且如果把这个果实扒开来的话 里边的那个丝瓜精也可以使用了 这棵是我的云豆 云豆呢,也是要挑选它长得非常粗壮的这种果实 来给它进行一个留种 留种的话呢,在你把这些那个种子 给扒出来以后啊,你最好是用那种纸 就是最好用那个厨房的那种用纸吧 因为它可以吸潮气嘛 把它们包起来 然后在外面呢,要给它贴上那个标签 标明是什么蔬菜种子 什么时候采摘的 因为我发现吧,越老的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高 这个呢,是我的四季豆 也是一样的道理 挑选那个果实长得粗壮的 像这个上面有虫眼肯定就不行了 挑选果实长得粗壮的 饱满的给它留种 今年我种的这个钢豆吧 品种我特别喜欢 它接出来的果实特别的粗壮 让你们看看这个正常的时候 就是能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看,正常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 然后再让你们看看我留种的那个 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像白色的小蛇一样 这么长,这么粗 看,真的像白色的小蛇一样 这么长 然后这些古包的地方吧 都是它的里边的种子 我现在还不可以把它采出来 因为现在它外面的这个豆莢呢 还是看上去还是有水分的 所以肯定它没有成熟 我要等到外面这个豆莢呀 它都长得就是开始发硬了 而且本身的这个植株呢 它的叶子都已经枯萎了 到那个时候才可以采摘它里边的种子 西红柿还有樱桃番茄 我是不留种的 因为你如果留种的话呢 我之前也留过 你要把它给切开 里边有水滴滴的 你又要晒干干什么的,很烦 而且吧,你自己在家里边 育这个西红柿种 你给它育苗 我总是感觉 等我的那个苗长出来的时候 外面商店里边卖的苗 都已经长得非常粗壮 非常大了 而且呢 它的那个苗吧 能够比你在更早的时间里 种到地底下去 朋友们回忆一下 每年五月份的时候 商店里边的那个番茄苗 可不是早就开始卖了吗 对不对 而且五月份的时候 至少拿我自己来说吧 就算我育出来苗 那个苗长得也没有 商店里边的苗粗壮 所以我的懒人懒办法 就是买它的一颗苗回来 通常在这个西红柿的生长过程中呢 我们是要给它去测枝的 而这个我的懒人懒办法呢 就是说让它这个测枝啊 在一开始让它长 长得壮了以后呢 我把这个测枝掰下来 掰下来以后 插到水的瓶子里边 用水给它养着 大概三天左右 它就会生根了 生根了以后呢 你把这种由测枝繁殖出来的 这个西红柿苗啊 栽到地里边去 那个速度比你自己育苗 在长要快得多 而且它那个本身的苗的那个基础 就很好 因为毕竟是外面那个专业的 预苗育出来的嘛 它本身的那个营养吸收就很好 苗就很壮 看就是像这种侧芽 当然这个侧芽 它是分两个枝了 通常它会一个枝 一个整的一个 整的一个侧枝 长出来 再来 再来